未来千万不要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了 就在这周 美国宣布了 迄今为止 最严厉的打击非法入境政策 新政策规定 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将没有资格获得避过身份 也就是说 有可能到最后 你竹篮打水一上空 前两天我看德州州长 也发那么天新闻 说他们抓到几个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光是像地头蛇 每人就交了三万五千美金 这还不算他们的中介费机票等等 三斤保守估计 这一趟走线下来 可能人均8到10万美金 最后还要被关紧 后面可能会遭到遣返 说实话 我都替你们亏的 有这么多钱干啥不好 在国内做点小生意 它不香吗 三斤不是说不让你们来美国 甚至我还挺希望 大家能出国转一转 开窥下眼界 但是请一定走正规渠道 有这8到10万美金 你是完全可以用它学好英语 然后走留学项目的 大家千万不要听信 一些黑中介的话 说什么来了美国 刷盘子就能赚大钱 说什么美国自由 一冲动变卖家产 把中介费给交了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有见到过一个 光靠刷盘子就能卖别墅的 你们想 现在恰GPC都抢了 多少中产阶级工作的饭碗 未来像这种底层劳动力工作 也会慢慢被机器所取代 来美国刷碗 就相当于用你的青春换钱 听三斤一劝 青春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趁年轻努力提升自己 说不定到时候 中国美国会抢着掉你呢 这比你来美国 做一个西班级要强得多 我知道这句话听了挺得罪人的 但话操理不操吧 另外 靠非正当渠道来美国的人 生活质量一定会比你在国内差很多 不要天天看网上那些海外博主 挺有钱的 觉得来美国就能住别墅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非常稳定的运入为书了 大三就是公司的董事 当时天津各大高校办的比赛 幕后投资方全都是我 包括之后出国的费用 我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掏的 我就灵魂拷问一句 你们看到那些混得好的海外博主 哪个是通过走线过来的 是通过刷盘子买的别墅 如果真的有 那一定不是靠他自己刷盘子 而靠你